教育改革问题,大家知道去年教育方面有一个叫双减 减什么?就是减这个学生的做功课 做功课的压力,第二就是减这个学生的出去校外补习的压力 明确表示这两件事都要减的,学生不要做那么多功课 也是严格限制的,不可以出去,下课之后就去补习,补回学校的科目 补其他的科目,比如一些是音乐方面,或者一些才艺方面,那些就行 就是娱乐方面的,但是如果你补回中英数的本科就不好了 这个是一个双减措施,双减措施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有些人会说,周围地方都有的,香港都有的 原来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国内呢,国内呢,读到初中 就是等于我们的中三 就是现在是整个中学其实大致上呢 中学大致上可以分为六年制,大家知道香港也是改了六年制 其实中一至中三就应该叫做初中,在国内 中四至中六就叫做高中 原来呢,初中呢,为什么大家的家长都这么紧张? 就是要跟那些学童去补习吗? 原来第一,个个都补的啦 你不补习就像执书 个个都走去一些 好的学区 有些名校的学区,去买学区房 所以学区房呢,随时炒到两万元一尺 就像上海那样 两万多元一尺都有 那就 出现现象呢 有什么特别呢 最大的特别是什么呢 香港呢 就是说你读完 读中学呢,我们基本上是读六年的 就不用担心读完中三之后没有书读 就是会继续升的 国内就不是了 基本上一路都是升到 读到 就是这个 初中 就是中一,中二,中三之后呢 原来呢,只有一半的学生 可以升上去中四 就是升上去高中 就是由初中变高中 中三变中四 这个 有一个原来大的红沟 就是说很多的初中生基本上是担心 他自己上不了高中 那你上不了高中 这就等于在香港读到中一至中三 只是读到中三 好了,那可以去哪里呢 去 三种学校的 一种叫 技巧 技术学校 一种叫中专 一种叫做中等职业学校 大家简称就是中职 技巧和中专 如果你入了这些中职技巧和中专 基本上你就读不到高中 就是国内的意思是,读不到高中 就是读不到中四至中六 等于香港,那变成了什么 你参加不到高考 就等于在香港读完中四至中六就参加 参加这个DSE 在国内就参加不到高考 如果你国内参加不到高考 香港参加不到DSE 代表什么 代表你考不到大学 是吧 就是你传统的 出名的大学 北京 北大 清华 那类的大学基本上没有机会考到的 甚至乎 次一级的大学 不是重点大学,你都考不到,因为你都没有考到高考 所以为什么国内那么多家长 在初中已经那么紧张,因为他觉得如果初中 中一至中三读得不好 原来有一半的学童 升不到中四,升不到高中 所以就差伤去补习 人不补我补 不补就执书 非常紧张 这个就是过去那个现象出现 为什么会 国内的补习气氛那么紧要 而且这么早有补习 跟香港有不同 香港其实你读中学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读完中三之后 不能读中四至中 香港就不用担心 好了,现在有什么颠覆性的改变呢 我们就给一些图大家看看 颠覆性改变呢 刚刚我们看到这幅图 出来没 是,出来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 其实是早在这个1996年 5月10几号 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那时候已经 通过了 2022年4月20号 第10,应该不是 应该是2022年4月20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不是1996,2022年才对 那就通过了什么呢 下面就有些 你看看目楼就知道 职业教育系统 职业教育的实施 职业教育的 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 职业教育的教师 受教育者 职业教育的保障 很快很快地讲一讲 大致上是讲什么的 大致上他就说 中国其实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 目前共有职业学校11,300所 在校学生超过3000万人 但是这3000万人基本上都是 好像被人视为 似一等的学生 因为 他们好像是在读完初中之后 就被人猜了出来 就是一班成绩没那么好 就去了读职业学校 接受职业教育 成绩好的班就继续上 高中 跟着就考 高考 跟着可以去 重点的 本科大学那里读书 拿了设计 现在就那个 职业教育方面 就开始有一个 颠覆性的改变 就在 其实这个就在2021年6月 12月和2022年4月 就是刚刚 都一直在谈 现在就决定 5月1号实施 其实主要是 第51条和第53条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一些中等的职业学校 就是所谓中职 其实还有其他的 就是技巧 中专 刚才我所说的 其实 这个主要是培训 培养一些高端技术的技能的人才 让他们更加早点接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 另外就是说 这些这样的职业学校 那个读完之后 他相应 拿到一个合法的资格 也都是有一些合格的 合格的 合格的技能的证书 就可以更加广泛被承认 也就是说 如果 就算是职业学校 他们如果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 学位 都可以依法申请双应学位 那就是说 其实 你就算去了职业学校 这些这样的中职 技巧中专之后 如果你读三年 毕业 跟着呢 其实是 还可以再上的 再上呢 现在是有什么改变呢 就是说 他们这班的毕业同学 就可以跟普通学校的 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 可以采取 单独的考试方法 去 一个 评定他们的水准 从而跟着呢 其实呢 最大改变的就是说 他们可以 一样可以考高考 一样可以考高考 一样有机会 去进入 现在传统的大学本科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也可以考一些 所谓一些工业大学 一些专科大学 就会留一些位置 或者开一些新的课 一些新的学系 给这些 中等职学校 技巧和中专的毕业生 去进入的 一些是工业大学 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如果是这样说 就是说不单止 以前读中职 技巧中专 不可以考这个传统 高考从而进生 传统的本科大学 现在可以了 你一样可以去高考 只要你有自己的水准 如果水准 符合的考得很成绩 一样可以进入 传统的大学的本科 就是可能是名校的重点大学 但另一方面呢 你也可以去 进入一些什么呢 就是 工业大学 专门培养 一些是 高端技术 更加 这一班学生 其实都可以选择一些 和他们兴趣有关的东西 这个就是最大转变 就是说 以前 就是以前 初中 转去高中 有一半学生 只可以 去被视为 好像是低一等级的 中等职业学校 技巧中专 跟着没有机会考全统大学 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算你初中 上不了高中 都不要紧 你可以去中职 去技巧 去中专 读三年 跟着一样可以考高校 去传统大学 另一方面 可以 不进传统大学 就进入这个工业大学 培养什么人才 高端的产业 和制造人才 高技术的人才 在哪方面呢 比如说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芯片製造 航空 航天 等等的科技范畴 特别是一些 譬如 他也提到 一些如果在外国 特别针对中国 想制裁中国的 限制中国的发展一些技术 在这些这样的范畴方面 中国更加需要发展 所以更加需要 就是一些 可能是 有些学生 原来在这一方面 在制造业 或者在工业 或者是高端技术方面 是有 才能的人 那这一班人呢 就算他入中等资料学校 入技校 入中专 他依然可以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传统大学 第二条路就是工业大学 以及一些专科的大学 从而就更加 恩财师教 学有所用 另外 就是说 不会像以前那样 初中上不了高中 定了身死 永远做不到大学生 现在不是了 就算去中职 技校中专 都有同等的机会 而且呢 好像更加 发展机会更大 因为你可以考高考 进回传统大学 但也可以 不考高考 也可以在职业学校 做完读完之后 进去 工业大学 而且更加早 接触这些 高端技能 这个就令我想起 其实香港呢 我记得以前就说如果你读完中三 你可能对于 传统的学科 比如中英数 3CAMBI 数学 或者经济 EPA 那类的学科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兴趣 你其实读完中三 当时我记得香港是有一个叫工业学院 那工业学院呢 你可以去学什么呢 比如学 学酒店的 从业员的一些技术 一些技能 比如是 管房 或者是饮食 饮食部的技能 另外或者是你可以学一些 如果不是酒店 可能你去建筑界 早点去发展 学一些建筑界的技能 或者学一些 商界的技能 比如秘书的课程 打字的课程 或者电脑的课程 就是为各个不同界别培养人才 而这班人才就是读完中三之后 不想再升上去 读中五那时候 考会考 然后读中六中七 考大学 有些学生可能觉得 他不是这方面的 然后他就去 读这个工业学院 然后有一个 早点有一个技能 从而 工业学院读完之后 出来可以谋生 我记得当时香港 也是有这样的工业学院 其实后来如果你说 再高级一点 有些就去理工 当时理工 还不是大学的 理工或者城市 城市理工都是理工学院 那就是没有学位的 当时出来就是你去理工 或者城市理工 你读完之后 你就是通常 拿两种文凭的 一种是 普通的文凭 一种叫高级文凭 高级文凭 那现在就基本上 例如高级文凭 现在根本就没有了高级文凭 现在就课程了 变了学位 那其实香港的发展 都类似的 不过现在国内就 比较遲起步 现在就 真是有一个改革了 就是说 学生 不需要在初中 已经定身死 上到高中 你进去这些中职 技校中专 等于当年香港 进去工业学院 或者进去理工学院 或者城市 城市理工学院 之后慢慢发展到 都可以 拿到设计 而且是更加早 获得一些比较专业的技能 将来一出来社会 更加容易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 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 或者适合 更多社会 现在想需求的 一些工种 刚才我所说的 所以现在 中国特别是发展 如果是职业的学校的学生 将来 在高端技术方面 不如 AI 大数据 芯片製造 这些 相当是有前途 这个 我想说的 就是最近 在国内一个教育的 一个技术 都算是一个颠覆性的改革 这个就是第1个题目 第2个题目 我就 很快地说 中大的 校长 段崇智 将会是 续任 就是他的任期 其实是2024年 才是完的 他是2018年 再开始做 那就是其实他做了 两个 他应该是两个三年 六年 2024年应该到期 那就 最近中大就宣布 好了 他们不会再向外招聘 因为 我们的段崇智校长 就将会续任了 就是2024年开始 又做多三年 就是做到2027年 应该是 好了 那我们首先看看 国界的反应是怎样 看看 看看 密美 工联会 先看看 工联会的反应 是 工联会 密美娟 立法会议员 就出了一个 一段文 他就说 段校长 他就写着 这个题目就是 自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 第二封公开信 段校长经过反复讨论 那就是 校董会就决定 就任期三年 就是 好了 这个就是 跟着 原来密美娟 2020年11月 写过一封信 就给校长 他就说 国下作为中大校长 必须捍卫中大校育 尽心尽力为中大洗脱 暴大污名 相信国下和我一样 很关心 爱护我们的同学 因此我期望校方 展示 捍卫学校的核心价值的决心 必须保护学生在校内求知识 求真理 培养学生博文约例的精神 在过去数年发生的社会事件 我们的同学 或者被煽动 参与了暴力行动 结果 身陷 灵雨 前途进位 这些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 作为中大人 作为校董 就是文美娟是校董 也是中大毕业 我不希望可以为武校做更多 也对校长的期望更高 我们有责任 保护同学 希望国下在未来新一个任期内 能带给中大踏上更高台阶 更要推行真正的国情教育 培养同学 有广阔的胸襟 有明辨真理的视野 令中大真正洗脱暴大污名 挽回社会对中大信心 最后国下去年 一份报章访问 寄予学生要放低武器 放下分歧 空襟要放得大 对中共 购购 责 购购贵 购购贷 购贷 购贷贷 才可以解决问题 我希望国下能够 说到做得到 并听到国下亲口说一句 中大不是暴大 并在新一任期内就过去数年的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和解决办法 尤其是我们应该如何协助和培养同学做到国下所提出的计划 中大需要一位有担当的校长不能够和熙泥 我期待国下带领中大摆脱污名走出阴霾 走出新路向中大人民美娟 好了,我们看到立法会议员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文美娟 议员就写了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给我们的中大校长段崇智 大致上都希望,如果好了,现在你中大都说了不去再找新人 你就续任,续任就2024,续到2027,600多万年新 不要说新筹,每个大学校长都是差不多年新的,都是600多万的 那拿600多万年新不要紧的 真真正正希望你就可以摆脱暴大之名 那我再看看其他人有什么可以说 看看CY梁振英,我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媒体报道,中大校等会昨天决定不必公开招聘,不必比较 逐聘段崇智担任中大校长三年,新任期由2024年1月1日开始生效 校等会主席梁乃鹏,感谢段崇智多年领导和努力不限服务 相信中大在他领导下将智力推展五年策略计划再创高峰 就是现在还有两年任期到,接着另外还有三年 就是total五年,未来五年他都会是我们中大的校长 也就是说段崇智在黑暴期间的表现是值得肯定 他身边的人表现有时值得肯定 都是值得鼓励加许的 这些事都是可以重复的 当日的其他学校的硬正校长是枉作小人的 当日批评段崇智的人是错的,请大家回答 CY就说了这一段,特别第二段 他就说黑暴时期 是不是说段崇智的表现是值得大家去肯定 OK 那我们就好看一看究竟黑暴时期段崇智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们先看看段崇智本身的理历 他的理历大家不会怀疑的 1951年出身香港,即现在是大概 七十岁左右,七十一岁 中学就读于圣语室,英文中学和黄隐书院 然后就去了美国 读书 然后他主要的研究就是 细胞和分子工程 在匹兹堡大学,医学科、骨科呢 手术是非常洁出的 这个成就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就2016至2017年又回到中大 就是一个叫做 组织工程和再新医学研究所任所长 2016至2017年 2018年1月就开始做中文大学第八任校长 接着2019、2020年黑暴事件 段崇智一直都说 其实他就是 他就认同瑜伽学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就欣赏中大的全人教育理念 就是我们是有通识教育 我们很早已经有通识教育了 另外就认为这个基于该校历史悠久的通识教育 和得志并重的教育方针是认同的 他就说在大学求学的期间 就不应该只专注于科学、文学或者艺术 是将所有学问都应该综合起来 人生中任何问题都要利用 跨学科的方法解决 令到学生不如后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其中一项使命 本身段崇智他爸爸就毕业于安徽大学抗日时期 头不从容就当兵的 受训于黄埔军校 妈妈就在广东的惠州做护士 两人在战火下解校 然后就去香港定居 大家看到了 就是段崇智父母其实都是国内人 而且爸爸都是当时的 读大学、安徽大学都是重点大学 然后香港也是一个出身不错 读书很棒 黄隐书院、性有失踪和毕业 然后去美国 也是很有成就的 回到中大 他也是刚才也说的 希望可以训练一个全人教育 训练学生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去处理 所有未来的问题 好了 但是在2019、2020年黑暴事件上 我们看到段崇智 如何去处理问题呢 我们就看到他好像 不是太有这样的经验去应付一些这样的暴力事件 以及应付一些冲冲逼人毫无礼貌的学生 有时候我会看到也挺深厉害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就是说 段崇智去跟学生要求见他 那好吧 段崇智去一些论坛 我看到学生是 是毫无尊重我们校长的一些行动 可以跳上桌子在他前面 大声嚇骂 竟然可以说他是做夺狗 跟着是耍溪钱在他前面 我真的很心疼 我很心疼 为什么中大会有些 可以做出这么悲劣行为的学生 去跟我们的校长讲话 完全是没有专丝重道 我是非常疼心 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 中大校方其实是可不可以 事前做多一些的保护功夫呢 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安全在这里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的同事可以帮一帮校长 不要让校长那么孤立 面对这么粗糙的学生 是不是应该一早有人阻止 这些学生的行为 因为可能段校长真的 他在美国做教授 很有学术成就 回到香港 都不是很久的时间 突然面对这些暴力学生 他可能不是那么有经验应付 其实中大 整个教职员的团队 是不是应该一早要在部署上面 去做多些事情 就是面对这么粗糙的学生的时候 但是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见不到 其实我见不到很多他身边的人去帮他 反而呢 有些事情就做得 我觉得是比较 不太妥当的 那么好了 当时的其中一个副校长 比较高调呢 就是吴基培教授 他是花学系的教授 那吴基培教授呢 就 那么 2021年6月呢 2021年6月呢 就是 就是 2019 2020年黑暴事件 黑暴事件的时候 曝光非常多 那么 2021年6月呢 他就已经是宣布 是卸任 大学的副校长 2019 2020 之前呢 他是大学的辅导长 也是副校长 那么 学生呢 就很喜欢他的亲民的作风 那么 在黑暴事件的时候呢 他常常与学生沟通 甚至乎呢 2019年2号桥 冲突事件 他和段崇智校长一起去到现场 要和警方沟通 亦都和学生站在一线 甚至乎一起招手呢 就向这个警方那边前行 那么 警方警告骨髓之后呢 其实当时呢 也都看到是有发射这个催雷弹 几乎是打到校长 我在想呢 就是你作为副校长 为什么会和这些学生啊 还要校长招手啊 一切和这些学生走去二号桥都 向这个警察去 去前行呢 就是觉得奇怪了 我觉得 所以变了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 好 叶校长当时呢 他似乎不是太懂得应对这些经验 但是他身边的人呢 譬如说这位吴基培校长 你看到呢 他是 去扶一些下跪的学生 那当日发生什么事呢 我又再说一说 因为这个都挺重要的 其实最发生最痛动的一件事就是 中大有一个学生 一个女学生叫做吴奥雪 吴奥雪 她呢 就是主修幼儿教育 那他就说呢 至少有六名的被警方拘捕的学生呢 希望吴奥雪呢 就代为出头 他说指证呢 警方性侵 那吴奥雪呢 就做到星雷驱下啦 跟着呢 最后就脱了口罩啦 那他就向段校长啊 和这个吴基培教授啊 吴基培副校长讲的 你知不知道啊 这些人是被被捕啊 被警方收起电话 就用粗言为遇闹 知不知道警方要我们去哪就去哪 入黑房就入黑房 要脱衣就脱衣 你知不知道有人被 蓄弄啊 用棍啊 打到这一刻都要复诊 知不知道新屋岭啊 是有个守身室的 全部是黑的 那里面呢 就说呢 知不知道呢 有警方是用性暴力啊 曾经 不遭受呢 不似一名警方 不分性别性侵啊 虐待啊 知不知道我们被打的时候呢 港铁职员呢 看着都不见了 事而不见啊 知不知道是 肉除针板啊 任人如肉啊 即是 当时吴老师就说了这些大话 那他最后就脱了口罩 就问一下校长 校长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鼓起勇气 和学生前行 譴责警方 对被捕人士 包括中大学生司部呢 那后来呢 就揭发到呢 原来呢 首先 不要说自己呢 原来他就从未去过新屋岭 但是呢 他绘形绘色呢 就说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9月1号早上 他被警员从睡梦中叫醒 当时呢 他就在葵中警处 他就在9月1号呢 就被警员从睡梦中叫醒 就是扣上孖叶 被送上一架全黑色的巴士 那么他知道呢 是要转送这个基楼地点 他要求见律师 但是警方说安排不了 那么他就表示呢 他就被送去这个新屋岭 就坐一架 所谓这个 黑色的巴士 就在新屋岭呢 受到很差的对待 他说如果不是啊 和陈鸿秀社工一齐 被激留 情况可能很差 因为呢 新屋岭没有闭路电视 那么他就说 警方揽权 又没有闭路电视 所以很多地方呢 都可以像新屋岭那样 那么首先 事后就被发揭发 他根本就没有被送去新屋岭 他是去过葵中警处 但是他就说自己去过新屋岭 那么虽然他说他自己呢 就没有在新屋岭被这个警方盛侵 但是他就说呢 他有六个的同学呢 就曾经有 刚才我所讲的经历呢 在新屋岭被盛侵 好了 最后呢 就问校长 你会不会和我同行呢 那样 好了 当时呢 其实呢 我们见到的情况就是 又是段校长呢 所以他真的不太适合 就是怎么去面对这些 这些情景 那么他就 就被吴傲雪 那些星雷区下 除了口罩 那些 一些 一番的谎言之下呢 那么他就 真的呢 就跟学生呢 就去谈 关门去谈 那么最后呢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对于部分警务人员涉嫌 不当使用暴力或违反人权 经查证后 需予以谴责 段校长 你听了吴傲雪 一片子 一个片面之词 又不查清楚是否真是假 你是去发出声明 就谴责警方 好了 结果呢 野来什么呢 野来警方的警察评议会 在四个职方协会之下 斥责他呢 放任学生 参与暴力行为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其实 在这些事情 当时 当时的 2019年 2020年黑暴呢 我们的段校长呢 一些的 面对的情况 也都是在面对这个 一些很粗暴的同学的一些行为 也都面对一些好像不保输 就是一些偏造一些谎言的行为 所煽动 所 激发到他呢 最后是谴责警方 但是呢 就没有证据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 找回这些东西来说 还找回来说 说来做什么呢 他现在都 继续做校长 但是呢 其实不是 不是就这样 就算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到今时今日呢 我们段校长呢 都欠一个 向警方 就是 培罪 的一个 一个言论 就是一个培罪的言论 因为你真的 在未证实 吴浩雪所说的 是真还是假的时候 你就走去 譴责警方 涉嫌有暴力行为 那么 到今时呢 今时呢 都没有一个 培罪的一个 或者认错 自己说错的 这个 就是证明呢 段校长其实你 可能都要 就是很多次 错了就算 那又不交代 是 就是我觉得 要还回警方的公道呢 可能都始终 都要出来 道歉 那当然啦 事后啦 好了 跟着啦 立了国安法啦 那就是整个 整个 整个 社会都平静啦 那就 段崇智校长 也都 他说 他做法呢 行为呢 就是开始很正面了 就是 他在港区国安法定立前呢 包括段崇智在内 等等五间大学的校长 法联合声令 是指理解立法的必要 还有最近呢 段崇智也是我们的唯一特首候 参选人李家超的顾问团成员之一 那样 而当时2019、2020年的 比较活弱的副校长 吴基培呢 亦都已经是 不能再做副校长 那 大致上 我就说 发生了这些事 而 而段崇智 亦都是有机会 连任 再做多 未来的 2022年 到2027年 他都是中大校长 那 那 从 从他的学术 从他的背景 他是完全有 升任 升任这个校长的能力 但是呢 从他在2019、2020 黑暴事件当中的所 的行为呢 有一部分呢 我觉得他是需要 始终要走出来 向警方 是陪罪 啊 给了一个公道 说回公道 那 好了 我都希望呢 好像 吴美娟议员 那样说 未来的5年 希望 段崇智校长 真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真是可以呢 使脱我们 中大这个暴大师明 真是可以好好地 教好一些学生 啊 令到那些学生 真是可以呢 明白是理 啊 然后呢 祝福社会 祝福人物 谢谢大家 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